金酒公司已经有548人染疫了 其中金门酒厂一共有61个人确诊 金酒表示基本上是零星的感染 不是属于场内的感染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金酒已经特别拟定了防疫措施 避免疫情扩大 疫情烧进金门酒厂 13号酒厂传出22人染疫 14号再增34人 15号再增5人 累计61人确诊 金酒公司也拟定防疫措施 避免疫情持续扩散 除了要求员工自主管理 也对厂区进行全面清销 为避免员工在用餐时群聚感染 停止公餐一个礼拜 并规定16号上班前 所有员工都要完成快塞 确认阴性才能上班 并预计在这周紧急采购 1万剂快塞次剂 也要求各产线尽量并班生产 将相关损害和影响降到最低 他们基本上是零星感染 所以不是属于场内的感染 那我们很庆幸 我们大概逐渐脱离了早班 这些集体感染的风险 除了经久的群聚感染外 金门15号出现一名确诊死亡个案 这名男子今年89岁 有肿瘤术后使 还长期服用慢性药物 而且只打过一剂疫苗 14号时因为发烧 拉肚子呼吸喘到医院急诊 PCR裁剪阳性确诊 在当晚住进家户病房治疗 最后人不幸病逝 这位长者虽然快塞为阳性 不过目前还没有他相关接触的 一些报告出来 更行在金门稍不停 甚至出现重症死亡个案 就连县长杨振武也确诊 该如何控制疫情 成了县府的一大考验